Ineife 對上一段期我討論 荷明田樓盤風水 數位應該是澳盟和天主 來個我們今天 這一區又發了一個新樓盤推出 叫一隻魚一 還有一隻荷彌泉站上蓋 今集和以往有些不同 我想集中研究一下它的单位的座向线度 看看和下原九云的地运法质符不符合 这个叫余一的新盘 是在何文田中孝街一号 根据网上楼本资料所说 它会分三期推出 整个项目总共提供844个单位 而今次推出的3A和3B座 总共有183个单位 至于它卖多少钱 它的开价是怎样 就并不是我要研究的东西 我要研究的就是它在风水上 包括地理位置和单位的座向线度 大家可以看到余一整体 是以背靠着京士泊配水库游乐场 这边的矮山幽作为靠山 而且采取了座西北向东南这种线度 在2024年立春日后的下原九云 采取这个座向是属于一个旺材的线度 加上它相比于周围 何文田和红磡的旧建筑群来说 都是要高 大部分的单位都可以立到远景 以及可以立到维港珍水的海景 所以在地理位置上 是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至于大厦单位的朝向方面 整体来说 总共可以分为三个 分别是以座正东向正西 三座A至C的单位 另外以座西北向东南的3B座A至D的单位 而最后就是以座东南向西北的3B座E单位 我拿了发展商提供网上的单位平面图 再加上我用罗间实地去检查 得出了以下的资料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说这两座楼 普遍单位的间隔 都是偏向长方形 亦相对视视正正 缺角的部分不算多 这一点亦有个好处在这里 在风水学上来说 一间屋,屋内每一个方位 都会对应一个易经的挂掌 而每一个挂掌也代表了 单位里面的每一个家庭成员 每一个成员的身体部位 甚至乎代表了某种特定的事物性质 所以单位越多缺角 就会减弱这些特性 这样就肯定会有负面的影响 好了,说回这两座单位的朝向先 先说下以座正东向正西 就是3A座A至C的单位 它本身立着一个旺人丁的线路 但由于向正西这一面 背靠着刚才说的 京士泊配水库游乐场的矮山丘 这个山丘不算高 正所谓山馆人丁 所以相对来说 座旺人丁运势的力量变相减弱了 相反旺财的效应 就是因为立得较开扬的景观 和彩光度较大 反而会提高了 整体上向这边 以中高层的单位较为高分 另外再说下 以座西北向东南的 3B座A至D的单位 以座向线路来说 是属于立向一个旺财的线路上 而且正向以望着 红磡至北角一边 维港的真水海景格局 所以我个人认为 向这边的朝向 比起刚才说的3A座A至D的单位 更加好 也符合了风水上 下沿九运地运的灵静神水的法质 刚刚向相反方向 以座东南向西北的3B座E单位 这个单位是立着一个普通的线路 有部分的景观被3A座C单位遮挡了 加上线路上 在风水上来说 它的可造性相对较弱 分数上只是一半 我建议到时入伙后 在室内当往的方位 做一个平衡和坐往的布局 相对会较好些 最后来一个总结 如一整个项目 在地理位置上 包括了采取的立向线路都算不错 加上四周围都是属于旧的建筑群 以及比较开扬和空旷的景观 所以大部分的单位 各自朝向的线路 和景观都算配合 发挥出来的风水效应都算高 综合分析出来的结果 我会给一个终上的分数 我拍香港风水盘的节目 数数手指都有11年 拍过的屋苑风水有几百个 就来2023年了 我会继续带大家 看完18区的新旧楼盘风水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按下这个小铃铛 可以follow我们的IG